和闺蜜一起生孩子 她顺产撕裂松弛 产后漏尿 孩子也因为生态久缺氧 智力低下 而她却把这一切怪到了我身上 你要是劝我偷妇产 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趁我睡着 闺蜜直接跑来病房 用枕头捂死了我的孩子 她却被诊断为 产后抑郁加精神障碍 躲过一劫 还没出月子的我 半念俱灰 拿了一把菜刀 和她同归于尽 再次睁开眼 我回到了我们生孩子那天 静静 你就和我一起顺产啊 剖腹产有什么好 刚一睁开眼 我就看见张珍坐在我的病床上 一边扒饭一边劝我 我扭头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心脏开始不规律地跳动起来 手也不自觉地抓紧了床眼 我这是重生了吗 张珍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寻常 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现在的医生就是故意 让你剖腹产 有提升之道吧 上辈子我没有听她的建议 因为我有心脏病 医生是不建议顺产的 张珍一直觉得我是杞人忧天 至于她自己 从怀孕就一直大吃大喝 说要给孩子补充营养 最后自己胖了将近60斤 不过孩子确实也比一般胎儿要大 预估酒精 医生也建议偷腹产 更何况她家孩子 期待绕井两周 还是挺危险的 我看着她大块赌鱼的样子 张嘴道 还是听医生的话比较好 她吃完饭抹了抹嘴上的油 算了懒得劝你 到时候你家孩子又吃又傻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她说完转身出去 我抓着床单的手也一送 大口呼吸了几下新鲜空气之后 我立马穿上鞋子 打算去办转院 我刚走到病房门口 去买东西的谭浩就回来了 她提了提手里的东西 问我 是还缺什么吗 谭浩扶着我就要往病床上去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语气有些着急 我要转院 不想在这里生了 谭浩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试图分析现在的情况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动手术 现在离开不是很安全 我现在是在妇幼保健院 距离十几分钟 车程就是第一医院 虽然大家都说妇幼更加专业 但是我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谭浩听完还以为我是紧张 她握了我我的手 别怕 等会儿我会在产房门口 一直等你的 我刚准备说话 公缩突然来了 按照公缩计时器 我现在十分钟公缩一次 大概已经开了一指 可是距离食指远远没有 我是孩子自然发动才来的医院 谭浩见我摸着肚子 脸色煞白 连忙掺着我坐下 我去催催医生 能不能把手术提前 我立马拉住她 等到这一阵缓过去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她 如果我说我是重生的 你信吗 谭浩看着我的脸 安静了三秒 突然说了一句 我信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以置信 其实我自己也怀疑 刚才是不是我做的噩梦 但是我不敢赌 我拉着她 给她讲了上辈子的事 她越听神色越严肃 拿出手机 就开始给自己 在第一医院的同学打电话 那边的产科 没这边这么拥挤 很快就安排好了一间病房 谭浩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收拾东西 带我离开了病房 只是我们出医院大门的时候 恰好撞上了张真 姗姗来吃的婆婆 她看见我们大包小包的 直接就问 你们这是干嘛去 不是听张真说 你们也要生了 我皱了皱眉 深感大事不妙 赶紧扯了个谎 哦 医院太闷了 出来走走 这不是怕东西被人偷走了吗 我转院的事 可不敢给他们家知道 至少现在不行 我真的害怕张真会追过来 她婆婆语气里 掩不住嘚瑟 也是 听张真说 你们日子过得苦 是要节约一点 我先上去了呀 目送张真的婆婆离开 我们一秒也不敢耽搁 赶紧去车赶往下一个医院 而张真婆婆所谓的 我们日子难过 也仅仅只是因为 我们小两口是靠自己打拼 做电商 张真家里是铁饭马 大家都有退休金 所以老觉得高我们一个头 只是她不知道 我们一年也能赚个小几十万 多的没有 简单的日子是足够了 只是我也不想和她攀比这些 她一向心高气傲 之所以我们能玩得好 其实也是因为 我一直没什么脾气 她对我不是真心 我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刚到新的医院住下 那边张真很快打来电话 等着手机响过了 我也没接 顺手直接拉黑 刚才只顾着转院忘记了 生下孩子 就换个地方租仓库吧 我是真的害怕 谭浩一直低着头玩手机 听到这话 把手机递到我面前 你看看 比较喜欢哪个位置 这倒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她的反应速度 似乎比我想象的还快 其实我和谭浩 是大学同学 不过算不上什么 从校服走到婚纱 也就是毕业之后 偶然的机会遇到了 一来二去的接触下来 大家也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就定了下来 想到这里 谭浩突然抬头问我 上辈子孩子 我在哪 按理说 我刚生完孩子 他会一直在病房守着我们 张真没有可承治机才对 可是我和他 感情并没有那么深 当时他前女友 正好也在医院住院 他说要去看看 我没拦着 成年人倒不至于事事计较 谭浩听完目光淡了淡 看着我的脸告诉我 放心 这次我哪里也不去 这一刻 我竟然不明其妙地 有点心动 只是我打死一没想到 就在我进手术室的前一秒 看着带着肚子的张真 急匆匆赶到产房门口 他嘴里还在抱怨着 我也转愿过来了 说好了一起生孩子 你干嘛骗人 旁边的护士还在调侃我们闺蜜情深 只有我慌了 难道我的孩子 注定要活不下去吗 整个手术期间 医生都监测到我心里有些过高 一直安慰我 不要害怕 半身麻醉的状态 我虽然感觉不到痛 可是孩子被抱出来时 我只是想再次确认 自己重生不是一场梦 护士把孩子包裹好以后 抱来给正在缝针的我看了一眼 就一眼 我就认定 我脑海里存在的东西 绝对不是我凭空想象的 因为孩子头顶有两弦 那张小脸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护士抱着孩子要先送去洗澡 我只能等缝针之后 才能被推出手术室 我告诉护士 麻烦告诉我老公 叫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 我记得上辈子 我刚生完被推进病房 张真就进了产房 他生孩子 大概花了三个小时 他的孩子一生出来 就开始插氧气管 没几天又被医生告知 智力低下 他疯了一样 见谁骂谁 先是责怪医生 都怪你们医术不经 我的孩子好好的 怎么会是弱智 你们就是看我不选择护妇产 没拿到提成 故意害我 我要去法院告你们 可是明明是他自己非要顺产 生之前护士和医生 轮番劝都没有用 他的婆婆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 说顺产不多花钱 人也少遭罪 孩子也更聪明 一般来说没错 可他的条件不适合顺产 孩子投胃太大了 当时医生都建议顺转护了 他婆婆硬是不签字 老公也不在 医生怪谁去 我知道后去安慰他 他却说我是故意炫耀 当初你就是故意看我顺产 想要我生下弱智吧 你自己剖妇产 却不劝我 全世界最坏的人就是你 我实在没想到 他会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还借着产红抑郁 闷死了我的孩子 这次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 谭浩已经抱着 喜欢早的孩子先到了 张珍正在摸孩子的脸 真好看 长得像谭浩 他抬起手的时候 我连呼吸都平住了 没想到你也生了一个男孩 之前我婆婆说看你的渡行 说怀的是个女孩 我记得你也说喜欢女孩子的 你不会是故意骗我 才这样说的吧 我确实喜欢女孩 但是生下来不管男女 都是我的孩子 我老觉得他话里有话 想赶他离开病房 你不是也快生了 不用去做准备工作吗 从我转院那一刻起 他就应该明白 我不想和他交往过密 成年人之间 非要把话说得那么透吗 我实在不理解 他为什么也要转院 张珍把手从孩子的脸上一开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质问我 你为什么突然转院 我当时听同学说 在这边遇见你的时候 正准备打催产针 明明说好了一起生孩子 张珍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天 我的预产期比他晚几天 可是孩子却提前发动了 他等不及 就说干脆和我一起生 自己要求医生打了催产针 他单方面的决定 不知道为什么 又变成我们说好的 按照以前的性格 我会说些好听的 尽量不破坏我们的友谊 可是这辈子 他的脏水可被想往我身上泼 你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 时间你和医院伤害好就行 和我没关系 张珍一听就不高兴了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你和你一起生孩子 你不高兴吗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生了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高兴 张珍被我狠狠地噎了一下 又看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吃了一声 别人说麻药会让脑子变笨 我看你就是有典型的例子 以后你儿子 估计学习也不怎么样 他人生攻击我就算了 还连累我孩子一起骂 有病吧 再说了 谁家孩子以后脑子不好使 还不一定呢 我闭上眼睛 指了指门口 你没事别在这里站着了 我有点困 想休息一下 张珍伸手就打在我的手背上 我上面的刘志珍还在 正在挂掉水 痛了我整个人一马 你有病吧 我收回手 仔细看了一下 好像连针头都被他打歪了 手背开始鼓包 我只能按了护士灵 张珍还没被我骂过 顿时火了 你才有病 你以为这病房是你一个人的 你能住我就不能住 我突然想起来 这是一间双连间 虽然说这个医院的床位 没有附庸那么紧缺 但也是最后一间房了 我要想换 得其他房间有产妇出院 我又刚手术完没办法动 有一种我为鱼肉的烦躁不安 护士进来看我针头歪了 给我换了新的 又交代我尽量 不要动自己这只手 而我和张珍在争吵的全程 他号就一直低着头在玩手机 他以前就说过 最讨厌女人吵架 可是我不吵架 谁又能替我遮风挡女 就连护士都看不下去了 孩子爸爸 产妇的吊水 如果快完了 你帮忙按一下护士铃 毕竟他自己不太方便 他又看了一眼张珍 顺便告诉他 医生想请你 去他办公室一下 你的家属也要过去 但张珍是自己一个人 想跑过来的 他婆婆还在后面 老公也在外面出差 这会儿还没赶回来 张珍往自己的床上一坐 你们不就是要劝我偷付产吗 我已经决定了 必须顺缠 你去跟医生说 待会儿我婆婆来了 就帮我打催产针 你要是逼着我偷付产 别怪我告你们 护士都无语了 但是职业报道 他又不能和张珍对呛 只能先走了 这时孩子哭了 我喊了喊谭浩 看看是不是拉了 给换个尿布湿 待会儿再喂点奶粉 谭浩放下手机 找来了尿布湿和奶粉奶瓶 按照我说的 打来热水冲洗了一遍 给孩子换尿布湿的时候 虽然手伸 但也算温柔 张珍在一边看了话 发出一声冷哼 两个月扫都舍不得请 服了 至于这么穷吗 谭浩手里的动作一顿 直接生气道 闭嘴 张珍可不是你说什么 他就听的 我为什么要闭嘴 穷还不让说了 一个大男人天天围着女人转 你也不嫌丢脸 谭浩冷眼和他对视了半上 张珍 你别逼我 张珍气了一声 好歹没有继续挑衅 扭头睡在床上玩手机 我努力撑着不让自己睡着 在麻药的作用下 我还是由于不可抗力睡了过去 只是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得过于安稳 一直到孩子的啼哭声传来 才把我唤醒 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谭浩 可是却无人回答我 我又扭头看了看张珍的床铺 也没人 一种隐隐的不安在心底蔓延 可是我需要先把孩子安抚好 我尝试着抓着病床的扶手做起来 却发现根本没多少力气 肚子上的伤口还扯得生疼 要不是护士正好就来帮我换药 我还真没办法搞定 别动 我来帮你看看 护士帮我调整你又舒服的姿势 又检查了一下孩子的尿不实 果然是拉了 不过好在产科的护士比较有经验 很快帮我把孩子收拾干净 又帮忙充了点奶粉 可是他帮我按压肚子排雨雪的时候 我真的疼得想骂人 可是我忍住了 还尊敬地说了句 谢谢 护士刚准备走 我又把他喊住了 可以麻烦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吗 我的手机收在行李箱里面 因为要手术就没带 但我的眼神都有些同情 我看得出来他在隐瞒些什么 但还是开口道 刚才张针养水突然破了 你老公帮忙推到产房了 他婆婆正好赶了过来 说先打碎产针 顺产试试 这么突然 不过我一想到他马上要生孩子 我就发怵 到时候他的孩子有问题 十有八九又要开始闹腾 接过手机 我第一件事就是要给他号打电话 护士看见我手机上备注的老公 有些欲言又止 在我的电话打通前 他还是提醒了一句 女人还是只能相信自己 爱自己和孩子才是王道 我抬毛看了他一眼 护士的衣角已经消失在门后 电话正好接通 我刚准备问谭浩 张针生了眉 可是话到嘴边 突然就拐了弯 你在哪 谭浩那边没听见什么声音 不过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有回音 听起来像是在楼梯间 在外面抽根烟 怎么了 他只有压力大的时候才抽烟 我生了孩子 明明是喜事 养孩子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问题很大 他的压力似乎来得有点莫名其妙 心里的那丝怀疑 加上护士的反常 但我没忍住故意问了 张针呢 谭浩那一声 这次回答得很快 刚才养水破了 在产房 你送过去的 嗯 可我不是跟他说过 我是重生了吗 张针养水破了 自然会喊医生和护士 轮得到他什么事 我在等待的过程中 越想越不安 赶紧在本地宝妈群里 问了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月嫂 却没想到张针的婆婆也在群里 他估计在产房门口等个无聊 在群里接话 现在月嫂都贵得很 你们家舍得吗 他话里话外 就是说他家有钱 群里本来有几个人在说 有认识的可以推荐给我 他话一出 大家都不说话了 也有几个好心的宝妈帮我说话 这位阿姨 别人家的是 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对啊 别人既然想找月嫂 当然是有能力才会问 这阿姨说话也太难听了 我直接按他对回去 关你什么事 你还是好好守着自己而媳妇吧 你要是实在想炫耀钱多 干脆在群里发大红包 展示一下你的财力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谁知道张针婆婆 还真的发了个红包 好家伙 连着发了五个二百的 嘴里还嘚瑟着 给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 看看什么叫有钱 请月嫂 只有你们这些 没有父母帮衬的人才会去找 他这句话 算是把群里大部分人都给得罪了 每一个人领他的红包 群主还直接把他踢了出去 不过没几分钟他又进群了 是被张针拉进群的 张针的手机 估计交给他婆婆在保管 他婆婆一个人拿着两部手机 倒是挺会操作 他进来就直接骂 你平时要把我踢出去 我又没骂你 说几句实话 你们就不爱听了 还设宝妈群 不好好带孩子 都在这里玩手机 以后没一个有出息的 下一秒 他再次被踢出群聊 连带着张针的号 也被踢了出去 群里本来都是 交流一些育儿经验 现在突然热闹起来了 这阿姨谁啊 有病吧 我看刚才拉他进来那个号 应该是他儿媳妇 我还加了他儿媳妇的微信 每天都在朋友圈晒他的包包 然后刷刷截了几张图 大家一下子就聊开了 有钱啊 这个包包没有几万下不来 家里干嘛的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小学同学 听说老公在银行上班 公婆都是退休职工 应该是不缺钱 那也不至于这么花吧 我老公也是铁饭满 我们每个月也就一家人生活费 基本没什么存档 我怎么觉得 他老公在捞油水呢 群里突然安静一会 我也突然想到 张针上个月才换了最新款的摩果手机 一万多块 可是他老公一个月工资 都没有那么多了 更别说他们去年刚结婚时 全款买了一套小别数 两百来万 就算公婆贴 他怀孕的时候各种厌恶补品不断 这开销也不小 他们得有多厚实的家底 才能这么花 后来我还是在群里找到一个月嫂 他收拾了一下 一个半小时就赶了过来 正好这个时候张针生完孩子 也推进了病房 他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毕竟孩子那么大 我记得上辈子他直接撕裂侧起 缝了十几针 张针面子上却非要撑着 看什么 我只是刚生完没力气 过几个小时就可以下床了 不像你 那么长一条刀口 丑死了 行吧 他不怕疼我能说什么 不过他比我的好的就是 可以立马吃饭 这时他老公已经赶了回来 拎着一大桶鸡汤急匆匆地跑到病房 低头给了张针一个吻 老婆辛苦了 张针抱着他撒娇 眼睛却一直看着我们这边 准确一点 是看向谭浩 我不动声色地用余光打亮了谭浩一眼 他正在和张针对视 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情况 我想起上辈子 谭浩在我孩子死的那一天 去看前女友 他走了没多久 张针就疯疯癫癫地跑来 捂死我的孩子 那时候我没有多想 因为他和张针也不是第一天认识 平时的相处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细细想来 我认识谭浩 就是在张针的一次生日会上 那时候他请了很多朋友 说谭浩只是他的普通朋友 和我们同校 而且单身 是他主动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而我和张针 在此之前也只是普通大学室友 不过他很早就谈恋爱了 直接搬出去和男朋友同居 想到这里 我竟然有一点后怕 如果谭浩和他真是那样的关系 两个人还余情未了 我又把重生的事情告诉了谭浩 不就等于挖坑给自己跳吗 这样一来 张针跟着我转院的事情 似乎可以解释 但是谭浩却没有阻止他顺缠 这一点又说不过去 我越想越头疼 只能先把孩子交代给刚请来的月嫂 麻烦你了 月嫂周一也很客气 但孩子很尽心 我没有什么奶水 只好奶粉喂养 另一边的张针就完全不一样 他运气泡了是真的 但是孩子刚生完就有了奶水 问题是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不遮挡一下 了起衣服就开始喂 也不忘西落我一句 奶粉再好也比不上母乳 而且我看你那奶粉 也不是什么好奶粉 他说的没错 肯定是母乳更好 但是我这奶粉 也是我在产前做了很久的功课 才最终定下来的 拉采别人大概让他很有成就感 不过我不会提醒他 他奶水这么好 待会那一碗鸡汤下去 一定会毒奶 我产前也是做好了母乳的打算 所以以前做了很多功课 知道如果奶水好 不能吃大婚 但是他就不一样 他每天就是吃喝完了 反正他觉得 他婆婆会帮他把一切弄好 他刚喂完奶 他婆婆就把汤递到他嘴边 快喝完 喝完奶水更有营养 你看我的乖孙孙 长得多好 确实长得很好 可是他们如果注意观察就知道 孩子偶尔睁开的眼睛 没有一点神 产后的第一碗 大家也算平安无事 因为都很累 可第二天一早 我就听到张针 开始哼哼唧唧的喊痛 他们找来护士一检查 才发现是毒奶了 经过一晚上 他胸部硬得和石头一样 人也在发烧 护士建议他去看看乳线 不行就打消炎针 张针婆婆却不这么认为 揉开就好了 等会针一打 孩子就没办法吃奶了 他说完就上手揉 张针惨叫的声音 顿时回响在病房 两个熟睡的孩子 也被他吵醒 周一赶紧把我孩子抱着去了走廊 他婆婆看孩子醒了 赶紧把孩子抱过去喂奶 可是没想到 也是始疗未及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婆婆是在帮他 这才伸手把帘子一拉 直接把我们隔开 羡慕我奶水多就说 我羡慕个鬼 张针经过他婆婆有经验的治疗 毒奶没有任何好转 反而发烧得越来越厉害了 医生没办法 只能让他打消炎针 要是再往后发展 要切开引流也不是没可能 张针这才怕嘛 但是他婆婆还拦人不让 打针了我孙子等会吃什么 医生告诉他 等到药水代谢掉 还是可以喂的 张针婆婆才勉强作罢 不过张针也开始 对他婆婆有怨言 在他婆婆回家做饭的时候 他就一直对着他老公洗脑 都是因为妈 孩子才会饿了几个小时 不能吃奶 我们不如也请一个月嫂 我看周姨就很不错 此时周姨刚帮我给孩子换完药不湿 打算去给孩子洗衣服 听见这话回后看了我一眼 张针立马又道 周姨 你要是愿意帮我带孩子 我出一万一个月 怎么样 确实是很令人心动的价格 我才给六千 如果周姨接受 我也不能说什么 这是她的自由 其实我明白 张针只是为了抢我的 就算不是周姨 她也会抢 可还没说话 张针的婆婆去而复返 回来取钥匙的她 把张针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进来插腰就开始骂 你要是敢请月嫂 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我早就在亲戚群说了 我会是最好的婆婆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了 不然你想都别想 张针也来气了 你光说有什么用 我上次毒奶 不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吗 老年人思想固执 才不听这些 我儿子这么优秀 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是大的 我要怎么样 还轮不到你说话 张针转头就趴在她老公怀里哭 哦 早知道你妈这样 我就不和你结婚了 你看她 欺负我 张针没长胖之前很好看 现在虽然胖了 脸还是漂亮的 她老公给她婆婆使了个眼色 她婆婆给了张针一个白眼 拎起包就走了 后来我问周姨 如果有开价更合适的 她走了我是不会怪她的 周姨却说 我本来也没打算去他们那边 开的工资虽然高 但是他们这样的 我伺候不起 听完我默默给周姨赚了五百 虽然不多 也算感谢她帮我带孩子这么尽心 不过张针婆婆这一去 没多久张针老公就接到了交警的电话 说她婆婆出车祸了 大概是和张针吵完架气不顺 在路上开车带了情绪 直接把一个开电瓶车 接孩子放学的妈妈 撞了金医院 幸好两个人都戴了头盔 但是孩子骨折了 孩子妈妈当即就要一个说法 张针婆婆眼睛长在脑袋顶上看人 从包里拿出一千块钱 直接砸人身上 不就是额钱吗 这些够不够 开车跟没长眼一样 可是别人是绿灯过斑马线 明明是她没注意看红灯 车头开过了 孩子妈妈一分钱没要她的 直接打电话报警 张针婆婆还在口出狂言 我今天就是把你孩子撞死了 我也赔得起 报警 你以为我怕 她说完拉开车门 一脚油门就离开了车祸现场 她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是在法律上 她算肇事逃逸 而且她的态度太嚣张了 有路人把视频上传到网络上 一下子就爆了 我去 现在还有这种人 每次一看见这样的视频 我就知道有好戏看了 网友的力量不可小觑 很快别人就扒出来 她以前的供职单位 不过她已经退休了 她开的宝马X5也不便宜 这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我甚至在评论区 看见了我们那个宝马群 之前张针婆婆在里面嘲讽大家 是穷鬼的截图 曹 适可忍受不可忍 有秘书 给我查 真是何不识肉迷啊 网友继续扒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她儿子身上 网上又热闹了 我以前在网上看 有银行职工 私自化走了储户的存款 我也见过 建议查一查 AppB是大封银行 AppB是公安 张真的老公接到电话 赶到交警大队时 她妈已经被关进拘留所里 孩子的妈妈说了 一定要通过法律的手段 把她告到底 张真的老公只能紧急找了律师 可是没有一个律师 敢接手这个案子 网络上铺天带地都是新闻 她妈妈会被判刑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边没解决完 那边张真的也在医院出了事 医生带孩子去做筛查的时候 发现孩子智力似乎有点问题 张真的拿着检查报告 死也不信 一定是你们医院的一气出问题了 我的孩子 怎么可能是脑瘫呢 医生只能很抱歉地告诉他 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是多样的 目前我们也不能下定论 不过大致估计 是由于顺产的时候 孩子头位太大 生产时间太久 孩子在腹中出现了短暂窒息 张真的上去就给了医生一巴掌 你胡说 明明网上都说顺产好 顺产的孩子聪明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因为顺产变成老贪呢 医生见过的医闹可太多了 他就是有脾气 也只能忍着 我却在一旁偷偷用手机 把这一切都给记录了下来 医生吸了一口气 在生产前 我们已经极力劝您和您的家人采取剖副产 顺产确实有很多好处 可是当时您的条件并不适合 哪怕是在生产过程中 我们也建议您顺剖 可是你们不签字 我们也没办法动手术 张真气疯了 整个人在医生办公室大喊大叫 说要告他们 只有张真的老公在此时还有一丝理智 他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你能不能安静点 我妈的事已经很烦了 你能不能想着帮我解决问题 张真捂着自己通红的脸 一爪子把他老公的脸抓破 活该 又不是我要他肇事逃逸的 如果不是他跟我说顺产好 如果不是他不签字 我的孩子至于射脑他吗 他最好被判死刑 张真老公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宠了几年的老婆 此刻才觉得他简直是个蛇蝎 你别忘了 是你要把我妈赶走的 他回家也只是为了给你做饭 张真耿着脖子针 那不是应该的吗 他在家爱手爱脚 除了做饭 他还会什么 他老公反手又是一巴掌 张真眼疾手快地抓起医生桌子上的剪刀 快准狠地对着他老公的心脏 就插过去 医院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幸好保安及时赶到 把张真给按了下来 落到这里 我按下了视频的暂停键 而唐浩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 自从周一来了 我就想办法把唐浩支开 让他回家继续赚钱 顺便把仓库给换一个地方租 毕竟我不信任他了 你要发到网上去 他看了我一眼 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我怕他抢我手机扇视频 把手机紧紧捏在手里 你舍不得 我也不想和他绕弯子 大不了就离婚 唐浩摇了摇头 你想多了 这一切都是他就有字取 你不发 别人也会发 确实 拍视频的不止我一个 但是他的话 和我坦白 你没有猜错 张珍确实是我前女友 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 不过后来他见过的人 和事越来越多 就开始和我吵架 想我不会赚钱 后来遇到他现在的老公 还没和我分手 就和他在一起 但是他一边享受 别人带给他的物质 一边又想要我给他的爱 当初他介绍我们在一起 是想要摆脱我的纠缠 可是后来见我们过得 还行 他又吃醋了 说想要我回到他身边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都结婚了 张珍这是想婚内出轨 还真是既药又药 那你呢 你怎么想 我看向他号 我们在一起也有三年 他现在这些话 我能分辨出来 不是在骗我 他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当然选择了你和孩子 我非常清楚 张珍已经是过去式 而且这几年 他一直缠着我 也一度让我非常恐恼 我怕他把一切告诉你 我们两个就完了 直到你告诉我你重生了 我才真正意识到 如果我还顾及太多 才会真的害了你和孩子 所以他当时第一时间带我们转院 可是张珍为什么会早产 因为张珍在我出去 我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正在对我们的孩子下手 我回来没忍住 推了他一把 导致太阳水破了 后来我醒了 就找中医过来 而张珍的老公也来到了病房 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唐浩知道我在怀疑他 所以他想了两天 终于决定告诉我一切 幸好 他不是一个坏人 不过 我还是狠狠地捶了他几拳 下次再有人害我们儿子 你应该第一时间报警 知道吗 唐浩做了个认错的手势 嗯 暂时原谅他 张珍的老公经过及时抢救 并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张珍却因为故意伤人罪 惊动了警察 但是他刚生产完 警察只是在病房拉起了警戒 我经过几天的恢复 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 后来听说张珍的老公刚出院 也被警察给带走了 因为张珍的老公经过调查发现 确实私自挪用了储户的资金 而且还是他亲大伯的 数额不小 张珍老公和婆婆先后入狱 不过 他老公主动向警察递交了调解书 没有追究张珍的法律责任 可是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后金钱和人一样也没有得到 法院把他家别墅查封那天 他抱着孩子从楼顶一跃而下 两条生命从此消失在人间 得知一切的我和唐浩 却给他和孩子说了诗 办了一场简单的法事 愿他洗净一切 若有来世 做一个好人 感谢观看